好,同學,接下來老師要來講最後一個這個圓錐曲線的圖形 叫做雙曲線 那雙曲線是怎麼畫的呢? 來,同學,請看以下的這樣的一個動態講解 第一個呢,我們跟剛剛橢圓一樣 在平面上要選定兩個固定點 這個F1、F2 那選定了後就不能動了哦 OK,好,再來 然後再來呢,我們把F1做同心圓 就是每一個單位長就畫一個圓 好,所以第一個圓半徑是1 第二個圓半徑是1,此類推 好,再來 接下來再畫F2的同心圓 所以啊,這兩個同心圓是不是有些焦點 好,那這個焦點呢 我們這樣子說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收集在這個平面上 到F1跟到F2 它們的距離差是2的點 把它收集出來 那這樣子可能看不太清楚 所以接下來同學看哦 好比說,你看這個圓 這個圓 那這個圓呢,它到F1距離是3 它到F2 這個點 到F2距離是1 所以你看哦 這個點就是我要收集的 因為到F1距離 跟到F2距離差 就是2啦 所以這個點就是我要收集 接下來,你看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到F1距離4 到F2距離2 所以它們差也是2 所以這個也是我要收集的 好,接下來繼續哦 好,你看到這個點跟這個點 它到F1距離是5 到F2距離是3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差是2也是我要收集的哦 好,繼續 這個6跟4 好,再來 7跟5 8跟6 好,點出來囉 接下來 9跟7嘛 好,再來呢 當然再最後一個了 好,接下來要幹嘛呢 換另外一邊 因為我這是差的怎麼樣 距離差的絕對值嘛 所以另外一邊 好,開始 你看哦 這個點到F1反而比較近嘛 1到F2是3 所以它們相差1-3 他們的距離差還是2 好,所以接下來你看 24 對不對 35 46 57 68 當然79 好,老師用這個動態圖形 這樣演示是不是快多啦 好,不然如果在黑板上畫 可能花很久很久的時間哦 好,80 好,那把這些點 你看哦 連起來 那這些點連起來就是一個怎麼樣 雙曲線了 那這樣的雙曲線 當然老師要把它叫一個名字哦 這個雙曲線是以這兩個固定點 這兩個固定點我就把它叫做什麼呢 哦 把它叫做焦點 好,這兩個固定點叫焦點 至於它們的中心點呢 就把它叫做雙曲線的中心 哦 所以同學 複習一下 好,剛剛老師怎麼畫出這樣的雙曲線 也就是說 我收集點到F1的距離 跟點到F2的距離 好,這樣的差距是固定值 剛剛老師以 差距是2來講解嘛 好,那差距是固定值 好,這樣的距離呢 好,收集起來 這些點收集起來 那就是一個雙曲線了